那些喜欢过的人还会再遇见吗 那些感动过的事还会再怀念吗 高中的时候喜欢读安东尼的书 在那里我认识了墨尔本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 这是另外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一个可以搭着电车去看海追日出日落 只存在于理想中的世界 本来半个小时 它终于要出来了 浮光月经 静影沉蔽 我们在这片一眼就能望见城市的海面上 看到了光落下的形状 墨尔本的冬天有一种清廉 但并不萧瑟的感觉 有一些微风 太阳晒得真好 冬天的早晨走到杭家植物园真的非常的惬意 尤其是遇到一个晴朗的早晨 可以看见阳光打在城市的建筑上 然后好像这座城市就这样被点亮了一样 墨尔本是可以让幸福具象化的城市 光是身处在这里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亚拉河谷 在漫游墨尔本这个城市 墨尔本人好会享受真好哦 坐着小船 然后游荡在 墨尔本市中心亚拉河畔 请问你对今天船长的表现还满意吗 这次我们因为有其他的工作 最后在马尔本只待了两天 在临走前的晚上 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于是我们又去看了一眼那片海 在这里海面和城市可以尽收眼底 即便风大到可以百人刮袍 也抵不过人们从四面聚集而来 像是赴一场共同的约会 出席一场盛宴 只为了来这里驻足 我站在这座城市的最高点 好像还没离开 却已经开始想念